1月2日下午 香港警方会请传媒时指出 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持续 在1日的公众活动中 部分激进示威者四处捣乱 多千餐厅和银行被纵火破坏 过去数日 警察共拘捕420人 包括307男、113女 涉及的罪名包括袭击之造成身体伤害 藏有攻击性武器 公众地方扰乱秩序、非法集结、形势毁坏等等 警方对越来越多年轻人被捕的情况感到担忧 警方对于有不少年轻人被捕这个情况 实在感到非常担心 究竟是谁有使他们参加这些违法活动的呢 究竟他们的父母知不知道他们出来犯案 国家权认为 一些不法之徒煽动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犯法行为卑劣 不少青少年被愚弄 误以为自己是为了正义 将暴力行为美化 警方验证指出 汽油弹里面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温柔 只有的就是刑事的责任 任何人只要犯法 都要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